洛工是下期運作很重要的一環 市府洛工局幫助市民可以安心就業 在這間婚姻也沒有率先導入TTQS 人家的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並且連續高檔在著敏感的金牌 將人家的保養好之後 還會幫助有需要的洛工朋友 每一刻就業的機會 就業名額率都達到75%以上 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也要讓它能夠 大家無縫接軌的今日就業職場 我們每一年都還辦了四個大型的就業保養費 幫助洛工順利集約 對著洛工做環境 也要嚴格八關 由到台南市集約安全健康處來關切 都動檢查 洛工主管理科出境洛工河海 並且占對六四洛工朋友 來幫助改善大的環境 大家說的今日職場之後 有時候有意外的事在那邊 所以我們一樣在做持續的關懷的部分 包括我們今年20-15 我們已經完成一百行 對職在勞工及邊緣戶 我們做職在修繕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除了修繕完了之後 我們還在持持續關懷 在農曆春節的部分 還有端午節 中秋節 尤其在12月18號 我們就要啟動寒冬送暖 這樣的一個活動 另外還有幫助新鮮重來吃 我們住民 新住民 頂頂的六四洛工來開辦 晴天亮麗人生 六四酒創業 客廠價位 突然是眾朋友的酒業後部 幫助多幾一天一堂訓練頂頂 希望每一項推動的業務 就參加市會經過 閃閃四時 點到台南行為 希望加衡的環境 我們在新聞社會 興興亞昌報道